走到位于三楼的郑南荣纪念馆 门口挂着一面不可遗忘的自由之路名牌 寄出郑南荣的简要生平 以及4月7号言论自由日的由来 台北市党柯文哲30号下午前往郑南荣纪念馆 在名牌的左下方 黏上一块台北市政府的标志 柯文哲至此表示 郑南荣自焚在当时冲击了威权体制 接续又经历很多人的努力 台湾才拥有民主自由 而在争取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过程当中 自由时代周刊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堪称是台湾言论自由的摇篮 柯文哲指出 当前所谓进步价值 包含民主 自由 多元 开放 法治 人权 关怀弱势 永续经营 这八项价值都要以自由作为基础 这八个项目当中 其实自由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旦没有自由 其他的价值就无从实现 柯文哲强调 在自由时代周刊原址举行这场接牌仪式 可以纪念过去 期望未来 期盼台湾可以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 郑南荣在1984年创办自由时代周刊 诉求百分之百言论自由 后来又推动新国家运动 刊登台湾新宪宪法草案 1989年4月7号 警方强行拘捕时郑南荣自焚 行政院在2016年核定4月7号为 国定言论自由日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